哈喽大家好,我是帕大帅,欢迎大家来观战一把绝活牛仔,目前是直芬第一的牛仔 遇到的是139的爱哭鬼 知道阵容打爱哭鬼不是特别的舒服,但是也能打 他的能打在于他是一套非常均衡的阵容,能修,能保队友,有鸟对吧,能救 所以说是一套比较完整的阵容,但是他真的要打赢爱哭鬼的话 光前期牵制是不够的,因为这里前期牵制了,先真的有大概率给掉 然后因为傭兵来救人,爱哭鬼有双刀能力 但凡打一个双刀都是爱哭鬼保皮身胜的 除非你真的就是第一波遛的很好很好,但是你这波第一波要遛的很好很好 我觉得除了牛仔以外,其他人都比较的难 因为他不太会追傭兵嘛,对吧,除非就是傭兵这边走位出现一问题 白打了一个火之类的,一刀倒地啊,好的 那么这边的话是出其不意的这么一道 就是两枚交出来,这么两枚交出来的话,对于穷者来讲就更伤了 前期的一个牵制时间也不是特别够,一分多钟的一个牵制时间 然后穷者这边如果来就但凡吃个双刀 那就不仅仅是宝瓶这么简单的队外回来讲,可能就是滚雪球真剩了 救还是得救,这边救一定要救的,最好是卡半救,因为先知还有一只鸟 救完先知这边反正顶着拨命拖嘛,拖完以后看,主要看牛仔第二波的一个打架了 牛银这边救的再好,你也保不了这个队友,反正就是卡半能救下来就行,尽量不要吃双刀 救下来,好的,一刀打中,那就看牛仔了,那真的看牛仔了 这边的话,你还没给出来,牛仔如果说能保下来,这个鸟,哎呦,漂亮,这多火 这边就是有这个火拉的有一点点吓人哦,来,我们这边看一下,因为牛仔是被通击的 所以说爱哭鬼这边应该是可以提前来做一个预警,来防守这个牛仔,先把这话上再说 这边一个滑板加速,他还在等,看一下这边牛仔的一个动向 这边发现,哎,牛仔不在我的半路上面,直接直接管了,来,我们接着给他牛仔啊 这波牛仔他需要先救人,救完人以后呢,看先知的鸟怎么搞 直接勾嘛,好像这个距离不太有什么 没看见,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这边应该手里是有个搏命的 一勾,漂亮,哇,这一勾,躲掉了这一刀,那这边的话 刚才以为爱哭鬼这边会秒个火,他也被秒秒火,来,这边看先知,先知的话 手里有个鸟,尽量把时间拖一拖,吃个实体刀什么的 最好他能够把这个搏命,呃,拖完了以后再牵制一下 这样的话呢,给到这边,牛仔有更充裕的时间来准备 牛仔这边的话,不过,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一个新力学,那就好了 呃,远程遗情一波,对吧,因为先知这鸟呢,确实现在已经看,对吧,已经搏命结束了 然后可以拖起来了,如果这时候能把这状态补起来就好了 那么看,牛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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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话,这个位置不太好啊 各种结束,躺在中间 嗯,一个滑板,或者这边直接叫闪现也行 闪现没打到 没打到,这边滑板放加速,手里还有一个火没有焦,这边火在秒,拉火,斜角 过来有加速,一勾,躲,漂亮,板子 玩板,砸 再摸,摸完以后再翻,那这边应该是牵起来可以挂了 这个时候牛仔应该是没辙了吧,这要是再能勾下来,逆天了 勾不下来,勾不下来,勾不下来的话也可以了 这把这个牛仔的一个发挥还是打到了 打出了一个牛仔,牛仔该有的一个效果 你这样逆天嘛,其实这个逆天更多的,我觉得是 爱哭鬼这边要给一些机会,他才有机会的 这把的话是爱哭鬼本身打的就很好 然后这边,呃,除了那个闪现以外,后续就立马 对吧,选择了一个比较稳当的一个,那个 千人方式,啊 就应该是可以稳稳的挂飞的,挂飞以后呢 后续再来看这边能不能把这个人给秒了,倒在遗产机 呃,球独这边最好直接走,最好直接走 最好直接走,不要贪电这边的一点点密码机 外面呢,最好重新修一台 外面最好重新修,再追一刀 最好是赶紧走,最好是赶紧走 不要倒在这边附近 那爱哭鬼只能守,爱哭鬼现在要做的干嘛 他需要把这个传送守出来 那这个传送拖出来以后呢 就算你们三人开门战,我击倒一个 然后传送还有机会呢,真圣 嗯,这边重新修一台 球独这里的话,毕竟是个路人啊 交流上面没有那么通常啊 应该是一个爱哭鬼多抓了 现在这个局面能够翻盘 得有一个人牵制 然后,这边来透明马机 透明马机,透明马机,有没有火 点亮,直接打,有传送 也行吧,至少机子亮了 其实机子亮了,我觉得会好一点 如果机子不亮的话,外面一台重新修 当时我可以看到傭兵重新点了一台小房的机子 这个来机子要点出来,花的时间会非常非常多 游民这边的话 呃,来镜头给到牛仔 游民这边的话,好像感觉可以去把这边的球兔救下来 牛仔这边能不能牵制 毕竟他是个躲尸体刀的小能手 躲了三次了,我记得就三次了,再砸头 有点厉害啊 钻躲尸体刀 这个小PPN,大家可以学一学 很秀,很秀 又秀 嗯,这里救下来,傭兵继续卡着 傭兵三户壁,满状态 这边卡着牛仔就行了 呃,应该是有机会能保平了 当时那波机子点亮以后 呃,穷者就有机会能保平了 虽然说,囚徒是直接倒的 但是后面这个牛仔已经牵制起来了 给到了一个足够的一个时间,拉开位置了 让这边的囚徒可以拉的非常非常的远 嗯,拥兵这边的话,应该是金大房先卡着 毕竟这牛仔是一挂嘛 三个货币,你还别说这 如果把这牛仔捞下来 不过三跑好像想的有点多了 三跑想的有点多了 这里好像想等队友 看见了,看见了 看的队友先开门 火 一个护臂跳 他想救人 想救人 这个护臂跳的就是想救人的感觉 再跳一个 过来,漂亮 可以,这边的话 直火,直火已经过角度了 先捞 捞下来以后 牛仔还要自带小屁边的 这边的话 应该先处理牛仔了吧 傭兵这边点门 那管傭兵 傭兵这边门开了 一碰就开 走 前面有地窖哦 这里还不走 传送 不好用 因为这边是地窖 牛仔这边能不能勾一个什么东西 他如果出门的话 这边是可以传送去拦你的 如果走地窖 机会可以更大一点 好像不知道地窖的一个位置 这边传了 传了以后往回走 应该是不知道 没排地窖 排地窖的话 还真的给他三跑了 傭兵这把最后开门很秀 对吧 当时本身这个门就差一点点了 然后傭兵这边过来 就迟一道以后把门点开了 没想到 这个后面的一个小插曲 是真没想到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只能讲这把 穷者这边确实打得好 好的也是感谢大家 本期视频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